又传出了炸弹恐吓信件 在今天上午11点钟左右 台东县令美术馆收到了恐吓邮件 表示已经在馆内放置了4颗炸弹 下午5点前没有付新台费8000万就会引爆 馆方立刻报警处理 警方逐一搜索之后初步排除有爆猎物 邮件IP位置也是来自于国外 与近期炸弹恐吓手法类同 小朋友来到美术馆却只能在馆外跑跳 不得骑门而入 门口只剩警方频繁进出 因为美术馆接到炸弹恐吓邮件 临时闭馆 民众听闻气得大骂 繁进这么好要在炸什么弹 这个都小朋友在这边玩的 22号上午11点左右 台东县令美术馆收到炸弹恐吓邮件 表示已经在馆内放置4颗炸弹 如果没有在下午5点前 交付台币8000万元就会引爆 官方不敢大意立刻报警处理 警方把办公室展览区 以及整个户外装置艺术区 里里外外全都仔细检查一遍 并没有发现任何爆裂物 一查邮件的IP位置在国外 疑似跟最近国内极起炸弹恐吓 手法类似 不会啦 不会啦 现在这种诈骗的邮件很多啦 对对对 这种是只是恐吓原语而已啦 为了安全起见 那我们今天下午还是闭馆 对再做全面的再做一次的清查 3月初开始从立委到民间机构 陆续接获炸弹恐吓邮件 警方锁定IP来自中国 但无法有进一步突破 只能小心搜查安全至上 记者刘林祥台东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